之前說過一個是否陰謀論 關於近視 李波斯科士都說不如說 但我其實不是很大件事 只是小型陰謀論 這個陰謀論是80年代已經說了很久 但90年代就沒有人說 現在更加沒有人說 這個陰謀論就是這樣說的 記住陰謀論就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或者非主流的角度去分析一件事 但這件事可能是真的可能是假 就叫做陰謀論 陰謀論也是簡單的 就是叫做眼鏡陰謀論 波斯科士戴眼鏡 我也戴眼鏡 你介不介意告訴我你多少度近視 我是軟視的 你是軟視的 祖雲尼是否有近視 他沒有近視 他沒有近視 我只有200多度 我也不是很深 我身邊有很多朋友 都是200多度 300多度 我最深近的一個朋友 就是我在我blog上說 去年結婚 我送了一本古董書給他 那個基督徒朋友 那個朋友 他真的有千多度 他的病態 他的眼鏡不斷加深 所以當年我問過他 如果上帝叫你猛 你怎樣 他說上帝不會讓我這樣做 我說你很有信心 那陰謀論是怎樣 陰謀論很簡單 因為當時我不知道 如果要再查的話 我希望再查一些數據 但我沒有再查下去 有個說法 在很多年前有個報告說 應該不是這幾年的事 是八九十年代的事 分析原來在亞洲人社會的近視率 應該這樣形容 亞洲人的戴眼鏡率 是比西方國家超出很多很多很多倍 我想你在美國生活 是不是都會 又對 白人朋友通常都不戴眼鏡 大部份都不戴 還有卡通片中 說到戴眼鏡 有些傻子 或者讀書nerd 就是讀死書 書呆子 通常都是諷刺 但他說亞洲地方的人 絕大部份戴眼鏡 為什麼我剛才說 戴眼鏡和近視要分開說 當年有個陰謀論 陰謀論是說 原來在這個世界所有人類 其實每一個人在成長的階段 都會不多不少有近視遠視的出現 即是童年到青春期 是因為你一直長大的時候 你的眼球會變 以及你的壓力也會變 以及你的身體會成長 或者你所有東西會變異 你發育 你的手掛也會比較粗 眼球也會比較圓 對 對 不同的形狀也會 其實他說 這個音樂人是這樣說 他說根本 你如果一直不需要 去戴一個調教的眼鏡 而有它 去自由調節的話 你過了18歲之後 某個程度上 你會調節到一個位置 你看看所有東西都是清晰的 這是一個身體調節 他說為什麼會出現 亞洲人和西方人的分別 就是因為在二次大戰之後 有一些很大部分 近是屬於亞洲系統的商人 統領了一些塑膠業 包括眼鏡最重要的原料之一 發明了膠片的眼鏡玻璃 不是玻璃 眼鏡的鏡頭等等 他們認為你要賺到大錢 以及生產大量的眼鏡 眼鏡本身的價值 其實是很低的 其實是很便宜的 10元可以賣到100元 他說根本整個是一個亞洲市場 由二次大戰之後 是要希望整合一個整體的眼鏡王國 就是所有眼鏡廠 原料商 製造商 連鎖店等等等等等等 的人去發達 因為人口亦多 於是和所有的教育機構 或者是學者 或者是等等的前線人員 灌輸一個概念 就說一小朋友 發現眼睛朦朧的時候 立刻調教眼鏡 因為身體狀況 以為你已經是調教了 於是他就會 在你戴眼鏡時的度數 而你應該是可以身體自然調教的 所以就會影響到 所有在這個信念生長的國家 包括香港 台灣 日本 東南亞 中國大陸 都算是 某個程度上 就會認同這個概念 你小時候就開始戴 那你就一路會戴下去 也會一路戴下去的時候 你一路會換眼鏡 就會支持到這個所謂的眼鏡工業 而外國人 因為不相信這個概念 他小時候 萌萌的 才會去踢球 才會去彈琴 才會去跳舞 才會去看戲 他成長了之後 去到年輕 到過到青春期 到二十歲之後 眼球調節回到同一個角度 最多是幾十度 都不等於有近視 那就沒有近視 對 我身邊的白人朋友 真的少戴眼鏡 沒有幾個戴眼鏡 而中國人反觀 尤其是香港人 十個 起碼六七個 他不戴眼鏡 都戴抗 沒錯 他說這個只不過是一個商業的陰謀 是一個大型的商業陰謀 但是當然 你給現在年輕的夫婦 如果他生的小孩 他說看不清楚 你容不容許他幾年 一直蒙下去 讓他自己調節 我想我們的意識形態 是不容許 於是乎怎樣 買眼鏡 較度數 之後怎樣 一輩子都不停換眼鏡 還不發死 我和你 雲海 我們一輩子都不停換眼鏡 我想問原本 我要回答你 Posco 剛才你在這首歌之前問 如果我現在不戴眼鏡 會不會痊癒 會不會痊癒 會痊癒 痊癒 痊癒 新的一年又大一歲 你不是小時候 人已經老了 又如何能重新 Posco 為何新的一年在第一日 你要說這樣的事實給我聽 即是說 將來你結婚生仔 你試試讓你兒子 會不會做到 跌碰幾多年之後 你想想 總雲尼真的沒有近視 我懷疑他小時候 真的沒有人讓他戴近視眼鏡 即是他是不是不戴就可以 我問一下他小時候 有沒有看電影 不過他小時候 可能不知道 不知道 還有現在的年輕人 即現在的夫婦 真的未必肯會讓他小時候 因為為什麼 因為不是他不想 而是你要上學 你要看黑板 你要考試 你看不到黑板 你也不會容許自己這樣 這樣也是 當年我讀書 為什麼要配眼鏡 都是為了看黑板 好 明白了 各位聽眾 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你已經老了 你不要脫下眼鏡 雲海 酒吧 酒吧